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大姑媽 有點餓了 有點餓了 對 餓了 不知發生甚麼事 我們一直拍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拍幾集的 一喝茶一碰到 還有它一落到牆裡 然後off camera 就跟Mobby 媽說 哇 開始肚餓了 很大反應 所以烏龍茶或者青茶的燒脂 威力都挺厲害的 今集我們又是青茶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高山茶這件事 高山茶 應該有 我又不敢說 但自己有沒有喝過真的不知道 我們很多時去台灣旅行 有時都會說 這是高山茶 這是高山茶 究竟這個高山茶是甚麼 怎樣為之叫高山茶 我們通常就是海拔一千以上 真的有規矩 是的 叫高山茶 通常集中在阿里山 南投這些地方 而我今天沖泡給大家 就是來自於阿里山的高山茶 Hello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台灣的一些烏龍茶 通常是球形的一種 是 波波的 波波的 這個 這個波波 是不是特止在台灣的土地裡 一千海拔以上 嗯嗯嗯嗯 才是高山茶 你可以這樣說 那我們國內有沒有 其實很多都是過一千的 沒錯 沒錯 但是通常有些人都會這樣說 不過通常飯紙是台灣多 明白 明白 明白明白 我先溫潤一下 先浸一浸 那為什麼高山茶有甚麼特色 可以這樣說 因為高山茶一千海拔以上 當然有些說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台灣那邊 吹一個東南風 你高山 那些水氣 霧氣 雲氣 一直在一千公尺那裡 就籠罩住了 因為它過不了 哦 形成了那裡的茶園 是有一個很好的生長的條件在那裡 因為如果你平地 就是雨水來的 是 你譬如高山的話 你是不是淹水 我明白 你有水氣 有武器 它一直污染整個大環境 是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好幾年前去阿里山 是啊 濕氣很重 哦 好可怕啊 我們就 仙境 是啊 駕車上去 一分鐘之內很大變化 沒錯 明明是很好天的 一分鐘之後 嘩 為什麼 那些毛都遮光了 是啊 遮光了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為什麼台灣的司機這麼厲害 你可以照片車下來 片車上 片車來下 我就真的害怕得不得了 真的看不到 是新手和見譜子來的 是 聞一聞香氣 好 聞一下先喝 這個 然後就是 原來阿里山 因為我們這些海拔成一千 海拔一千以上 變了就是一個 就是孕育了他們 一個很好的養份 一個茶園區 相對地 我們會喝的茶會是怎樣呢 因為海拔日照時間 就是短些 短些 因為很多時候都被冒 水氣 是呀 有這樣的分別 變成那些什麼 移茶素 茶鹹 咖啡因 相對是薄一點 少一點 那些苦劫味 就是沒有那麼出 他會比較甜蠢 但是如果要選擇 比較沒有那麼猛烈 或者沒有那麼攻擊性強的 烏龍茶 高山茶就是一個選擇 有些人喜歡甜蠢的感覺 有些人喜歡甜蠢的感覺 有些人喜歡 其實有些什麼 茶架 或者咖啡因 譬如你 有時會 戴好一點點苦劫 畫多畫少 有些人不喜歡這個感覺 有些人喜歡 就是甜蠢的感覺 甜蠢 一會兒我們都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有甜蠢的感覺 明白 那這個就是 這罐是你在阿里山帶回來的 這個就是 我上次在台灣 台灣帶回來的 我就沒有去到阿里山 但是我幾年前去阿里山的時候 我試過買過阿里山的茶 很漂亮 那時候我就送給朋友 那些朋友回答回來給我聽 就說 我外父說 那個阿里山的茶 這個阿里山的茶 很好喝 那我就沒有 沒有喝過 我覺得可以網購買一點 如果我這次試了 我們試一試 我本身是挺喜歡烏龍茶的 那一股香味 是的 很多人都喜歡 我剛才聞得出 其實它的分別 是不是它會再花香一點 還是沒有分別 如果你有印象 那個潮州單蟲 它沒有潮州單蟲的花香味 那麼出 剛才有些花香的 是 有些花香的 嗯 不過其實烏龍茶它有獨特性的香味 真的 尤其是你用茶碗去聞的時候 是的 因為它那個 很清晰 是的 所以我每一集是說聞香杯 有沒有印象 有 是的 所以台灣人喜歡用這些聞香杯 是的 聞著香氣 我記得那個 很幼幼長長的聞 記得記得記得 還記得 好 我們試試喝一下 好 好 它很淡口 嗯 它有回甘 你喝下去 有一點點甘甘的感覺 但後來之後甜 再加一會兒 再加一會兒 我知道你說的甜是什麼 這麼甜 過甜 是的 是的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有一集是說岩茶的 那個湯色會比較深色的 是的 因為它會有做一個烘焙 是 台灣很多時候就是會做一些 相對地有些可能是沒有烘焙 有些可能是輕度烘焙 輕度烘焙 因為它想保留那個花香味再出一點 那個烘焙就會淺一點 嘩 最後那一口就是有一點點花香 這個技能挺高質素的 因為我們前幾陣是說了很簡易評查的 我都是用你的準則去說 其實它的回甘 有時候上額 會不會是很鎖喉 很確的 它算不算很新津 不算 這個不算 這個不算 但是那個回甘 是強烈的 強烈回甘 新津就不是很明顯 沒錯 是的 好錯我都分到 現在 是啊 現在很多時候 我相信你有機會去台灣 我猜你應該會去一些茶室 是的 分到 不是好像以前 首先不敢興趣 原因是我不懂分辨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亦都浪費錢 因為別人送給我 可能已經經過 譬如你給我的東西 已經經過你的審查 那我很安樂 我都不需要去問過究竟 但是我自己真的不會是成為一個活動 行程 但是現在其實真的 跟你喝了這麼多 這麼多集的時間 都起碼知道大概那個分野在哪 是啊 很差的或者很好的 甚至乎你說真的 回甘啊 甜啊 鎖不鎖喉 那些大概都分到 這個都很重要 你現在試一下感受一下 一條舌頭 其實有些卡的 是不是啊 哎呀 正啊 有些卡的 同步 我和你同步 開始知道了 是不是知道了 知道了 沒錯 卡的很明顯 其實台灣有很多 香港很流行的咖啡店 台灣其實很多咖啡店之餘 也有很多類似咖啡店 營運形式的茶室 是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茶 去給你狐狸 你自己慢慢沖 去喝 你也可以試一下 我剛才所說的 回甘啊 新瓶啊 你的舌頭的感覺是怎樣 會有些卡住 或者上顎會不會有些鎖住的感覺 那你就評到 究竟這個茶值不值得去買 那我都想疑問就是 他剛才 你也有同感就是那個卡 是關什麼事 做的 做的事 對 慢慢地 嗯 明白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下去下去都是這樣做的 那些茶 但其實當中可能還有很多細節位 明白 那些心機 你怎樣可以 引藥 浴出一個好茶出來呢 那真的 很靠這些茶籠 天時地利人和 你的土地 災種環境 這樣 是的 今天這個 高山茶 介紹給大家認識 希望你們有機會去台灣的時候 你品喝其他茶的時候 都可以找到你心目中 你喜歡的茶 因為有時候很喜歡喝茶 甚至乎 喜歡喝烏龍茶 或青茶的時間 其實有時候 那些人太有反應了 那你可以試試轉一轉會 又試試另一款就是高山茶 是的 買少量的 看看自己的腸胃夠不夠適應 是的 因為台灣他們自己喜歡 較為輕度控陪一點 變相對我們胃的負擔就會大一點 是的 看看你們會不會喜歡這個高山茶 今天分享到你這裡 下集會跟大家見面 拜拜 記得訂閱 給讚 有留言 有發問的話 直接寫 他會回答 下集再見 拜拜